Hi 大家好 我是Teddy 那今天呢 我们不聊游戏的实战 不做游戏的教学 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Jump游戏的一些绝类外问题 这也是我游玩快一个月以来 发现影响游玩体验的部分 那么我会以我个人的游玩感受 以及在网路上查到的一些评论 做一个总结 我做这期影片的目的是 希望游戏可以变得更好 改善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事不宜迟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是进入游戏 每次点开游戏 都会有强制性的视窗 还有资讯给跳出来 我是一个可能一天 会玩两三次的玩家 每次点开都会有一堆东西跳出来 会让我觉得很厌烦 就单凭刚刚的画面 就已经要点四个XX了 虽然前两个可以按今日不再弹出 但是后两个活动并不能这样做 我觉得官方可以去增测每一个账号 去根据这个账号的每一天 第一次登录 第二次登录 去做一些删减资讯的动作 就好像可能我今天第一次登录 我已经看完这些资讯了 我就不希望我第二次第三次登录的时候 还是有这么多资讯 我要一个一个去删除 再来就是关于配对的问题 就是配对的时候 并不能跳出大厅 或者说可以跳出大厅 但却不能点开活动周刊 或者说想领取奖励的按钮 作为一个巅峰30星的玩家 排位不算高也不算低 我的排队时间 有时候要到十几二十分钟 我想看一下我自己今天打的怎么样 战绩如何也没办法 因为有时候根本跳不出去大厅 所以我只能取消配对 然后去大厅再去看自己的战绩 或者去领取奖励这样子 但是谁知道 可能就因为这个时间差 让我错过了进入游戏的机会呢 我希望以后更新 可以让我在排队的时候 也可以点取其他内容 做一个消闲 要不然我排队真的太无聊了 什么都不能做 再来第三个问题 是关于一般匹配的预选机制 打一般场的时候 你的头上会有一个角色预选 可以让你进去之后 系统会帮你描选你想要的角色 但问题来了 角色是不会撞 但是位置会撞 进去之后 你才会发现 可能会有两个打野 三个打野 四波打野 也有可能 重点是因为帮你描选的关系 你进去之后还不能换角色 这是让我最头痛的地方 我认为这个机制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尽量不要让位置相同的玩家排在一起 我有说进去之后 还是可以换其他角色的 它需要的是一点弹性 OK弹性 再来是第四个问题 在备战里面 你可以适配好你需要的装备 但是问题来了 这里的装备居然没有标价金额 只有在训练场里面的装备才会有价格存在 我认为价格也是衡量这个装备的其中一个原因 这里没有写上价格 会让很多新手玩家在选配装备的时候 忽略掉CP值这个因素 从而没办法选到最适合自己的装备 所以我认为备战上面每个装备都需要标上金额 才不用去训练场来回跑这么累 然后是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实力配对不平均 我这里放上一张图哦 这张图是在某润坛找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下的实力差距有多大 上面几乎都是竞技明星 可是下面都是银牌左右 还有一个黑铁 我认为这个实力差距有点太大了 他们大概差了两三个段位 根本没办法打 而且我自己也有相同的游玩经验 我很记得那场是单牌 然后我干上巅峰一颗星 我的队友是一个145星的队友 我很惊讶 我还问他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他也不知道 而且重点是 那一场哦 是直接跳过了Bank Pick阶段 直接盲选 然后我一进去又看到 对面只有竞技明星而已 而且还有一个金牌 我根本不敢想象 对面看到我们两个大魔王到底要怎么打 不过幸运的是 这种实力差距超大的情况 十几二十局里面可能只会有一局 所以我认为配对机制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 再来是第六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就是关于战斗回放 其实战斗回放做的还不错哦 你们可以看到右上角有很多选项 可以挑选你自己的模式 那是问题来了 很多Moba类游戏都没办法跳进度条 跳到自己想看的时间点 可能你的游戏后期 发生了一个很帅的操作 让你想回顾自己的操作 但是你必须要拉八倍速 然后快进到你想看的地方 这样就会很浪费时间 而且我发现一个回放功能的一个bug 就是当你调完八倍速之后 你想以正常的速度去观看 你就会发现他的画面是正常 但是他的时间点就已经完全错乱了 就好像现在这样 你们可以看到 生化人8号手杀 其实是已经20秒之前的事情了 他的广播系统会开始出问题 跟画面对不上 头目降临 是2分钟的时候才开始刷新 但是他3分钟的时候才开始广播 所以很明显的战斗回放有漏洞的存在 希望后续更新可以改动 如果还能再添加一个 玩家自调整时间进度条的功能 那将是完美 因为这是很多游戏都做不到的功能 接着我要说的是第七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之后的问题 都是偏游戏里面的问题 现在画面显示的是波风臭 这是我经常用的一个角色 但是他就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当你的人向前的时候 你往反方向放技能 你就会发现他会先转移圈 然后才会到你想放的位置 但是你放技能的方向 往你人朝向的位置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我们来慢动作放一遍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在放反方向技能的时候 他的瞄准器 是先从他的脸朝向的位置 转移圈 才会到你想要的位置 玩的多的玩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你在放反方向技能的时候 你秒放绝对就是错的位置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理 没办法做一些很极限的操作 你要等他的指向器 转到你想要的位置之后 你才能放开手 这一点就会让你耗费了一点点的时间 而且我认为指向器问题 影响最大的就是夜衣 只要技能放快一点 基本上他就是在乱飞 我觉得玩得我超痛苦的 今天我可能有个战术是先逃跑 然后等个CD再回去反打 但是不知道的玩家 回去反打的时候 因为他逃跑嘛 肯定是跟放技能的是反方向 他直接秒放这个技能 直接就歪掉了 另外我觉得团战是争分夺秒的事情 你在打团的时候 不可能是因为你那个指向器的问题 要等他放好了才可以放技能 这样就会措施很多时机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第八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也是最多人觉得不满意的点 就是关于很多刺客角色太超标 伤害溢出太严重 很多射手玩家一被刺客靠近 基本上就是死定 你就可以双手放开 然后游戏挂在那边等你复活就好了 而且可以反制的手段基本上没有几个 就是除了你中路是蓝屍之外 就是没有反制的手段 如果今天直接ban掉蓝屍的话 射手玩家跟中路玩家 就是一直被刺客狂宰狂宰 我一个打野玩家 我也觉得很多角色其实都很不合理 那个伤害超标 然后他的操作又很简单 就好像医护啊 现在刚出的奇亚 我一直认为 如果你要设计成一个伤害很高的角色 那他就要承担他操作高的一个风险 就是你操作高的话就代表你很容易失误嘛 那容易失误就是他的代价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的课金角色基本上都是操作高 太简单 没有任何风险 会让很多玩家觉得不平衡 而且我理解说 刚课金的角色可能强度是要有 但是我觉得强度太过了 我觉得要至少一个可能合理之上的一个范围 但是不是合理之上上上上这样的一个强度 我是一个打野玩家 我是玩的很爽啦 但是我也知道其他玩家玩的很不爽 这个游戏并不会走的很远 我是认为要多出一点中路跟射手的角色 而且要上限高 可玩性高的 才会缓解现在刺客坑战士一家独大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 Jump的现版本的一些弊端 希望他能好好改进 毕竟才刚做一个月 确实也不容易 如果你各位有什么想法 你也可以去他的IG官方留言 去私讯他 他的客服人也是会回信息的 我觉得这点就很棒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也可以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 欢迎理性讨论 我是Teddy 我们下车见 各位拜拜